好 現在市面上又出現了假鈔 這一次不但具有安全線透光檢視 也有浮水印 甚至連央行都通報 是目前見到仿真度最高的五百元 鈔票 而遠景循現追查 在新北市就帶不到了具有美工背景的 天性男子 還因為擔心一千元 容易被識破 所以專門偽造五百元的鈔票 雖然有多項的反偽功能都被破解 但是警方也提醒 還是可以轉動鈔票 檢視左下角的面額數字 是否有幽默的變化來辨別真偽 插貨一捆捆未鈔 摸起來粗糙 沒有反光條 過去收到這類鈔票 民眾難免起疑 簡單幾招就能辨真偽 現在萬一拿到這張 連市售驗鈔機都傻傻分不清 別說肉眼可能被蒙騙 畢竟這張五百鈔 做工很精細 具備安全線 螢光檢視也有浮水印 北北基陶二十多家銀行陸續反映 男子 不斷具有美工背景 新北工作室 更被搜到製鈔器具 加鈔 疑似供應給布法集團黑吃黑使用 經過層層轉手流入市面 就怕一千元 容易被識破 專挑五百元下手 多項防衛功能被破解還能怎樣變增價 警方就提醒可以先摸鈔票墨穩處 會突出紙面 鈔票左下角面額數字 在轉動時也會出現油墨變化 而微鈔再進化一個沒注意就往口袋塞 小心成了 怨大頭 記者 專程李鋒 台北 新北報導